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 正經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生意比較正常 感冒幾乎已經好 謝謝大家的關心 因為現在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病毒細菌到處亂竄 我檢查了好幾次 我那個不是COVID 可是咳的那個症狀 簡直跟第一次COVID不相上下 不過很快的謝謝王艾蘭醫師在紐約給我隔空抓藥 沒有啦 他就寄藥給我 叫我每天吃一粒500mg的Zithromax 我吃了兩天三天就好了 好 非常謝謝大家的關心 沒有什麼 反正在現在大家要記得就是說 盡量戴口罩 可是如果家裡有孩子在學校你就比較難 因為孩子總是不太容易受約束 那細菌帶回家 所以還是鍛鍊身體 那可能的情況下洗手 用鹽水漱口戴口罩 好 今天呢在台北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曾淼洪博士呢 他真的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社會改革運動者 他辦了一個第一屆論文門的學術研討會 這個學術研討會在徐州路的台大校委會館 今天早上9點鐘開始直播 可是5分鐘之後 突然就沒有聲音 整個就斷訊 真的 我講得想笑 因為我覺得內容真是精彩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是張凱鈞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資訊架槓POX1 他呢 講得好精彩 正在解釋說怎麼認證 然後這個證書上面應該有什麼 學生紀錄表上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一個沒聲音了 被消音了 好 沒關係 但是後來我們就說了 今天精彩的內容一定要給他播出 而且要想辦法播三次 因為唐鳳跟蔡依依很害怕 這段被播出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播三次 好 我們在播出之前 今天節目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今天在台大校友會館 非常精彩的論文門學術研討會 我們讓英國倫敦大學 畢業的真博士 還有台灣的真博士 還有在澳洲的真博士 還有在台灣的論文門律師 一起來談一談 事隔三年半了 蔡同學 你別再裝了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假博士 而且你是五中生有 還偽造文書 還詐欺 還貪污 還誣告 哎呀 三十項罪名 你真的 看誰通緝誰 好 待會我們就來分享 在這邊我要做個廣告 就是我們要辦第一屆論文門詞曲創作大賽 辦這個目的是何在 就是我們要開始暖身 為巨蛋的演唱會 巨蛋的感恩晚會 來做前期的準備 做前期的音樂準備 所以我們的巨蛋演唱會 感恩晚會的音樂總監 他就說我們應該在一年多前 先辦相關的詞曲創作比賽 收集一些屬於論文門的詞曲 讓大家耳熟能詳 到頭來我們可以在巨蛋的感恩晚會 大家一起唱笑歌 我覺得這點子不錯 所以我們就計劃來辦一個頒發獎金 而且獎品的一個詞曲創作大賽 同時得獎的作品 我們會邀他在巨蛋的整個感恩晚會當中來發表 我們這個活動需要經費 所以我要公開跟大家募資 我們的目標是80萬 有海外的朋友問我說 是80萬美金還是什麼 我說80萬台幣 宇宙政經學院大家都知道 我們用錢很省 而且有人一直叫我說 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要多募款 你知道教授當久了 就是不會跟人家要錢 所以我就一直 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能過一天就算一天 錢多了麻煩也會多 後來我們就跟大家講 大家折衝就是說 好了當我們需要用到錢 比方說我們要到英國打官司 我們要聘英國律師 需要一筆經費 我們跟大家講 大家如果認同就集資 如果不認同我們就辦不成 同樣的第一屆論文門辭曲創作大賽 我們需要80萬台幣 我們希望能夠在10天之內把它募齊 如果募不齊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改變一些計劃 所以歡迎大家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一個活動 你支持 覺得是好點子 30塊50塊的都沒有關係 大家累積起來 當我們募到了這個標準的時候 這個活動我們就會往前推 同樣的如果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好的想法 我們會跟大家報告 然後把經費做出來 如果大家認同 我們就再推一個活動 比我們去大規模的募一筆錢放在那裡 等著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好 那就是我們常說的黨產啊 民進黨黨產啊 國民黨黨產啊等等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不斷的在 宇宙政經學院同學們的各種鼓勵之下 一步一步的去做事 好啦接下來我們回到今天早上很精彩的 在台北市徐州路 非常精彩的論文門的相關的學術研討會 走過來的他跟那些年輕人所講述的博士的過程 我們聽不懂啦 如果他當成笑話 我們或許大家笑一笑可以啦 你如果搬到殿堂之上 大雅之堂你要講真的話 這人報仇就沒人接受了 開心你發動接受嗎 沒法動接受啦 這是國人的拋散的博士 這是英國倫敦大學的King College是不是 King's College London 國倫大學國王學院 倫敦大學 大家都倫敦大學喔 為什麼 怎麼跟我們說不一樣呢 甚至於在上個月喔 給我表演了一個喔 倫敦大學都不敢承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沒想到台灣的法院 竟然認證她是博士啊 夭壽了這樣大家都不用讀 大家都不用讀書了啦 拜託張友會給她認證就好了啦 這樣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他說他是宇宙無限超級美國總統 他也是美國無限超級總統 因為司法是他掌握的 所以說喔 我跟王政府跟蔡英文說喔 叫彭正回來啦 接受 接受刑華啦 我想說彭正是犯了什麼罪 我看不懂耶 在我們台灣的小學喔 所以變成喔 賈博士 通氣曾博士啊 這真的是亂來自亂來的年度下 這如果在世界上的那些小孩 這就是標準的思考度 這叫做醜聞耶 這裡有所有人耶 博士呢 開箭 感謝 博士 對啊 我們喔 不發出一些憤怒的聲音喔 人家都想說 你們這一代的博士都是吃死的 我們一定要發出聲音 揣一門 你說你是倫敦大學 我現在也找了一個倫敦大學的 國王學院的 這真白的 你如果要看我博士論文 我博士論文 我博士論文帶來 凱晶你有沒有帶來 我博士論文在大英圖書館裡面放得好好 你不會在大英圖書館借出來啊 又掉了 不會掉 不會掉 奇怪耶 有人掉三本耶 很奇怪喔 很奇怪啊 奇怪有人掉三本啊 你怎麼都不會掉了 這個很奇怪耶 而且他在總統 總統府的記者會還講喔 說調論文 調論文不是學生的問題喔 是學校的問題喔 可是通常來講 大英圖書館喔 這麼久以來 其實很難得 基本上沒什麼會 沒什麼會調過書 調過論文的 我們要送八個地方喔 論文要存查八個地方 包含自己的戲所 包含我們自己 學院的圖書館 然後包含說我們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大圖書館 然後甚至還有英國的公證 幾個教育部的公證單位 都要送 所以一次是送七八本出去 所以這個基本上喔 英國是很注重傳統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難相信的一件事情 對 今天警察來啊 有人喔 一掉掉三本 那人 凱金 哪個學校的 倫敦大學 國王學院 跟蔡英文有沒有 同一個學校 同一套系統 所以說啊 你也拜託 來來來 你如果要講話 我用倫敦 你倫敦大學嘛 我們搬倫敦大學 如果要講話來找我 所以說喔 接下來是精彩的 我們來聽聽 下午還有一個澳洲墨本的 澳洲寫梨的 寫梨的喔 李丹宇 我好朋友啊 他也要貢獻他喔 大英系統 因為他的指導老師 也是倫敦大學人 然後到寫梨 寫梨的 他們的博士的過程 是怎麼樣的 欸張永慧 你這個傢伙 你這個 你才學士欸 學士去讀碩士 你都沒讀過碩士 甚至於我讀完碩士 我都不曉得 博士的過程是怎麼樣 欸 海君 讀碩士的各種 跟讀博士的過程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同啦 你沒有讀過博士 你真的不曉得整個博士的process 是怎麼樣的 所以說那個 咩咩咩咩咩 我們一聽 這個齁 這是假包的 感到 是這樣 對啊 所以說我們今天齁 今天看不下去 對啦 我們政策 來來來 現在讓我們貸金 先來 貸金 現在交給你 貸金說三十分鐘 之後要我們Q&A 我們Q&A的一個大原則 廣歡的意見先上來 我們大家要望度 你問這樣 張靖你問最多嗎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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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去 我們喔 這個 我們掌聲 歡迎青年財經 凱軍博士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的曾博士 曾博士真的 你看一開場 就講得非常精采 聽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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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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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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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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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這邊這一塊的部分就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右邊這一塊就是說 我今天 他說2010年他參加選舉 因為這邊其實有很多參加選舉人 我們的那個張立委候選人也參加過選舉 參加選舉的時候最重要就是 你要做一個畢業證書的認證 為什麼台灣的法院會說蔡英文的論文是真的 就是因為他就是拿這次選舉 有經過駐外代表處認證的這份畢業證書出來 這份畢業證書在哪裡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跟彭文正 我們在直播的一個重點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塊 我先快轉 就這一個大家可以看到這邊螢幕這邊有顯示 來我們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裡 這邊就是所謂的 台灣法院說 因為台灣法院他完全沒有駐外的法權 他沒有對英國有任何能夠裁判的權利 他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這個單子 這張大家可以看到右手邊這個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的這張單子 他就是依這張單子 然後確認他的博士學位是真的 所以說在法院認證的過程當中 他認這一張 他主要就是有貼這一張單子回來 才能在台灣的法院認證 所以為什麼剛才曾博士講到一個重點 曾博士講到重點說 大家以後不用那麼辛苦啦 大家以後也不用去英國念書 念那麼辛苦啦 拿學位回來通過法院認證一下 就是博士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道理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要 重點就是要提到這一塊 我們先從這裡開始 這是我們駐英國代表處的一個官網 這個官網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從官網連進去進來 什麼叫做文件認證 我們先我給各位看一下這裡 這是我們的英國的官網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的官網裡面 這邊有說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領事護照簽證文件證明的地方 這邊都有官網我們就點進去 就是他領務主 領務主就是負責做所有文書認證的單位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來怎麼做的 來文件證明 他主要在做文件證明的部分 好那文件證明怎麼做 點進來之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文件證明 包含學歷證明驗證 在學證明驗證等等 好然後我們從這裡點進去 我先點學歷證明認證給大家看一下 好學歷證明認證 他其實基本上你看 他這裡就是說基本上你第一個流程 好這邊他流程寫得非常清楚 好 好 他的流程是這樣子 這裡 好 第一個是 你要自行將文件密封 然後申請 然後自行將校方申請 這文件 寄到本處信箱 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裡 第三點 申請人 如果說要 走完整個英國文件的認證程序 你要這樣子 因為是蔡英文自己去申請文件認證程序 注意這一點 你看蔡英文的這一個 記者會上面的這一個 確認博士學會頒售的地方 他是 蔡英文自己有沒有看到 蔡英文自己蓋一個小小章在這裡有沒有 自己認證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他是蔡英文 蓋了一個自己的章 認明說 與正本相符喔 OK好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所在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邊就是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到這個 來 領務主這邊 好 繼續講 好 這個文件證明的這個地方 你看 他如果申請人要完成 你看 基本上你要自行完成 你要先去自行完成 英國外交部認證程序 這不是我寫的喔 這個是 這是我們住英代表處在 英國外交部的官網上面寫得很清楚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到這一個 看到說 英國 住英代表處他寫 要做什麼什麼事什麼事 我就整個 重新走過一次流程 欸走很久了 大家要走三四個月 然後住英代表處又特別刁難 等一下我把我整個過程都跟大家講 然後呢 他是先經過英國外交部FCDO 再經過住英代表處領務主 然後呢 這裡 英國律師公證要讓對方查驗 然後證明查驗方式 不受理律師公證人驗證證明的印本 OK好 所以說你看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底下是這邊寫 本處不受理律師公證 僅驗證文件為真 或原始文件的印本 然後你看喔 仔細看蔡英文的這一個 這個來講我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你看喔 住英代表處是自己打臉自己 你們仔細看 我再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好 大家可能這樣有看到 本文件 與原文件正本相符 就是查證屬實 他意思是說 你看 跟領務署所講的 他說 不受理驗證文件為真 或為原始營建的印本 所以這個來講的意思是 蔡英文 他自己說 與正本相符 你看他 他 蔡英文所做的是 在住英代表處的官網上寫 本處不受理 律師公證人 僅驗證文件為真 或為原始營建的印本 這個翻譯 這講的很繞口 翻譯簡單而言就是 蔡英文他拿著營印本 然後跟住英代表處講 這我這是我的 這個營印本跟真的東西一樣 然後自己蓋個張驗證之後 就叫住英代表處 直接違法去貼那一張 背後的那張單子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了嗎 就等於他在前面的 畢業證書前面 蓋個自己的張 然後就送住英代表處說 我這個東西 我說這個是 與正本相符 然後住英代表處 很明確的在這裡寫的一個中文 是本處不受理 不受理喔 不受理喔 然後驗證文件為真 或為原始營建的印本 他說不受理 可是蔡英文送過去還是受理 還是貼了 所以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來 我們現在講一下 我講一下我辦的流程是怎麼樣 來 這個是 我那時候是怎麼 我本身也是 台北市文明人權服務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那時候 我在11月21號的時候 我還去送說 你外交部你要講一下 我基本上 我們都是按照 外交部官方網站公正程序申請 這邊寫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剛剛 我送去外交部 我們陳情的單子 可是 外交部已讀不回啦 完全不鳥這件事 然後我們就想說 你看我第二還寫說 蔡英文 他的總統 他的英國文件認證 沒有通過任何認證 也沒通過外交部認證 住院代表處 直接通過認證 與法無據 他完全還沒回應 所以我們現在 在等到底 你看過了 過了兩個月了 到現在外交部也什麼 什麼都沒回 也不敢回 我們不懂什麼 我們會繼續追蹤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外交部 這裡寫得很清楚 好 你要做文件認證 你基本上 你要 你一定要走過整個的流程 這個就是走過流程 好 我們先講一次 我們怎麼走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來 我把它變小一點 給大家看 好 這就是我跟彭文正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就 就直接秀給那個彭文正看 可能那時候沒辦法這麼清楚 就是 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英國公證人 他非常嚴謹 英國是個很嚴謹的國家 他做什麼事情都很嚴謹 他是一個律師公證人 他律師事務所在哪裡 他的聯絡方式是什麼 都寫得一清二楚 你要找誰 你要找誰 就是都都寫得非常清楚 然後他經過什麼程序的驗證 這個文件內容要驗證什麼 然後他怎麼走 然後他跟學校的誰聯絡 聯絡的狀況是怎麼樣 整個 確認這樣才能確認他的文件 畢業證書為真 然後就會貼一個這個 就是 戳章 他會蓋一個 就是 英國外交部認可的一個戳章 這才叫做完整的認證程序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 這個是所謂 蔡英文 蔡英文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 蔡英文就是這樣 他完全沒有經過 你看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給大家看就很清楚 來 蔡英文有沒有有沒有通過合法這個程序有沒有 完全沒有 你看他 你看我們這麼嚴謹走了這個程序 有蓋這個章 什麼全部都走 蔡英文就是這樣蓋了一個自己的章 然後 寫與正本相符 蓋一個印章在這 然後就開始送程序了 然後你看 你看我們就是走這個程序 那這程序也花了 也花了一些 也花了一些費用 然後 因為我們還要請英國律師去跑這些事情 然後 跑完之後呢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 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是英國外交 英國的 英國的所有文件 他 他蓋完英國律師的章之後 他要通過這個 英國外交部的一個正式的戳章驗證 這是鋼引 英國外交部的鋼引驗證 比如說他在倫敦 他在倫敦 他 他是 他是哪裡的 然後他的編號是什麼 就是英國 只要是英國文件要拿出英國以外用 都是要走這個程序 所有程序都是這樣子 沒有任何一個事情是例外的 所以他除了 他要先走英國律師的公證完之後 他要走英國 外交部說 我蓋了這個章 你才能拿到英國以外才是真的文件 不然的話 文件 一概都不受英國政府承認 所以他接下來之後 他就要走這個 英國外交部的戳章跟程序 那個也是等很久 我們從 我們從送這個 大概三個月 然後走這裡又在等了大概是兩三個禮拜 一步一步走下來 就要走到這裡了 你看 你看我們 然後接下來 這就是我們蔡英文的東西 蔡英文東西 我們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這我們送給外交部的 我們就直接說 我就 我就直接送外交部 我們就直接用協會 送立法院也送外交部 然後外交部到現在還是沒回 你看這蔡英文的論文 他就蓋了一個 你們看到 一個很大的與正門相符 跟我們走完程序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 這個地方我再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我們要放到很大 大家來看得清楚 重點是這個章 這個章 我跟你講 只要是你在台 你有念過 小學的英文 就可以發現這個章有問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文件證明專用的章 他這裡是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我們把它放到很大 你放大你才可以知道這問題所在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的章 這裡有沒有看到 Sing at the Sing就是我在哪裡被看到 他的文件證明 他竟然說 Sing at the 台北 Reprentive Office in the UK 他是說 我 這個人 楊先生 就是所謂 發認證文件證明的人 他看到這份文件 他不敢說 我跟你講 他也很厲害 他不敢講說 我今天證明這文件是真的 他只說 我看到這份文件 看到這份文件 誰都可以看到對不對 看到這份文件 看到 誰都可以看到 所以他也不敢亂打字 結果沒想到那個我們的法院就以這一張當作 他證明 就是你看 有通過那個住英代表出認證 所以他意思就是 看到了 看到這份文件在 在那個英國倫敦 出現 所以你看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來 整個他完全 蔡英文總統說 他確認學位頒售 他住英代表出 你看他在洪框 洪框框起來 他整個來講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他沒幾個洪框 因為他 他 他這個整個東西很多是假的 所以他也不敢框太多東西 你看 他這裡框很大 什麼確認學位頒售 什麼住英代表處完成認證 很大 結果他這個完成認證 裡面這個模糊的 他也不敢放大 結果 這裡也寫的就是 我看到這份文件 所以這位楊先生 我那天跟彭文正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這個楊先生可能問題很大 也希望說 張信律師 我們要傳一下 傳他過來問一下說 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一定要傳 這個有傳 但是 沒到 法院不傳 你看法院都這樣子 你看我們怎麼申請都沒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所有問題所在 看法院是最終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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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法院司法系统真的很有问题 你看我们不是司法出身的 只是说我们是校友 我们看一看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讲完 所以说你们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还不只做这种事 因为法院还有一点 法院是说所有英国文件回来 都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才是才可以在法院有用 我们整个把它的流程整个走完 结果呢 我们送了这份文件出去 就注印代表出一直不敢不敢盖章也不敢回 就当作没这回事 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拖着 然后我们就在等他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把我们的文件认证完毕 就继续 我们继续等下去 随时也会跟郑博士 还有彭博士 我们还有张静律师 我们来报告整个 跟他整个的进度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看都是这里 然后 凯博博士先有一个问题 对好请说 刚刚你所提到的认证的杨先生 是注印代表处的代表还是专联 应该能够盖 能够盖那个章的 通常应该都是始于大使代表级的 那这个杨先生是何喜人也 我们请凯博博士 跟我们张静律师来了解一下 是不是当时的代表 谢谢 好 就我有大概查了一下 那时候代表 我跟蓬文正当之后 有在直播的时候有聊聊 那时候是张晓月是代表 那时候杨先生应该是 领悟主的一个人 那他的集职是怎么样 可能还是要注印代表处回答 所以杨先生那时候 他是直接就是这个 专门做领悟主的 可是我觉得 我们觉得很奇怪一点 那时候就是更新 你看更新日期是1月6号 因为我们11月有宋陈晴 然后他里面就一直在改 那我们也会去追踪一下 他到底领悟主里面 他内容官网到底改什么 中央就是一直 一直为了那种蔡英文 去改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把它讲下去 所以这个来讲 所以那时候你看我们还整个走翻译 就把译文再翻译回来 你看公正人通常会说 近期只能本人 就是公正人是先做什么事情 然后 然后我们 比如说我们谁送了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走 一直他会 他整个认证流程 他是整个是走得非常清楚的 然后 比如说 你看我们 这个公正人 这个讲得比较清楚 公正书 刚刚那一叠英文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公正人是谁 然后他位于哪里 然后他向其助理教授怎么样 证明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说事情都是写得很清楚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 他是1983年10月 他等于三年的时间 而且完整时间三年的时间 就拿到博士论文口试 那基本上我们在英国伦敦大学休业 三年拿到博士的 我是没有什么听到 因为英国是很严谨的 我跟你讲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就是Costa 他是英国伦敦的院士 但是他的高度 大概是170几公分 也很高 大概跟郑博士差不多 也很高 然后我一到的时候 到他办公室 他就跟我讲说 I am not your babysitter 我不是你的保姆 他就指着跟他一样高的书 跟我说你要先念完这些书 念完这些书之后 你两年内 你才能提出 你要写什么论文的报告 不过他说 你念这些书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来跟我讨论 所以整个英国的学制 基本上他是一个 高等教育的发源地 所以他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 他会教你说你这两年要把这跟他170公分高的这些原文书念完之后 你要找出一条新的路 然后这条新的路是可以说服伦敦大学的学术口试委员说你去写这个论文是可以有博士的一个level的博士的一个可以到达他的一个地位的 所以说他前面两年你要先广泛阅读很多东西 广泛阅读非常多东西之后你才能够找出一条新的路出来 然后去写然后通常来写又是两年 所以他等于是前面他等于是 只花了 如果照这样讲你看他这里他大概只花一年论文可能一年多就完成了 那真的还蛮厉害的 所以他这个时间点真的跟我们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的过程就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看右边这里 他完全他只申请过一次的驻外单位认证就是2010年 这2010年的这一次认证就一直永远的在不管在选举也用啦 然后在法院也用啦就全部都是用刚刚杨先生的那一张 我看到你的文件然后我看到你文件我也看到你在前面盖章 我就证明这是这个是真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很大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是用科学化的方式 直接走一次流程照着官网 我们不是自己写是照着官网把这个流程从头到尾走完一次 然后发现说我要走的过程当中 助英代表处也觉得可能觉得我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个验证 又是伦伦大选 然后也一直在挡我们的流程 所以我们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之后可能要看要不要跟张建律师讨论一下 一起去告出英代表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后续要讨论的过程 好今天我们就大概把一些事情大家讲一讲 然后后面这些废话我们就不太看 他讲很多什么 其实我们讲一下他的这个辟谣 他的辟谣也觉得很很奇怪 我们来看他说为什么图书馆没有论文 然后他说图书馆里没有论文 这里有写 责任不在学生 可是基本上就像我们刚才跟郑博士讲的 大英图书馆是基本上他是从欧洲战争时期就一直保留的图书馆 也没有遭到轰炸也没有遭到战争 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他的东西会不见 这个真的很奇怪 我们现在就像如果我的论文到里面去绝对找得到 大英图书馆如果有去过的人都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他的那个保全系统各方面做的跟什么一样 然后他搬家的时候 他就是他搬迁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用能力去这样做传 就是一个一个传递 一本一本传递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有蔑视的过程 然后再来 LSE有严格的阅览规定 基本上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基本上我们的论文当初是可以勾选 像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博士生是不是希望我们的论文 引用率越高越好 我都会勾选开放 因为开放 你的学术开放之后 大家都说正在巨人肩膀之上 对不对 你才能够让你的博士论文被更多人看见 大家觉得说你念了四年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不管高宏安的论文 我们的论文都会点说 我们要开放给大家看 他的论文他自己那个 就是点不开放给大家看 所以他可能是作者有勾那个之后 图书馆才会遵照作者的意思来走 所以这个来讲不是图书馆有这种严格的规定 是作者不让别人看他的论文 然后论文怎么缺了六页没有口识委员签名 基本上这个也很怪 因为我们一路走这个论文的流程 所有我们论文的那一本 整个复完刚硬整个精装本 都要所有的口识委员都要签名 然后他才能真正送出去 你看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我那时候回台湾就在这里有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 我们曾博士的论文你看写的这么精彩 你看一本整个装订的好好的 然后里面绝对也是都是很完整 你看这就是签名页对不对 签名页的部分 那我们在英国也是一样做 我们英国英国做事情绝对是耿严谨的 所以我们这个来讲不太可能是没有签名 然后格式不改收写修改案件 这个更不可能 我们那时候送图书馆送如果这样的话 连口识委员那一关都会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论文 在还土土改改修改的状况送出去 基本上指导教授也不可能会过 所以我们送出去的论文都是装订好好的一本给他 直接就是已经是 然后他说比如说他会跟你口试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哪个地方有问题 他觉得你这个地方写的不好 写的没有那么完整 他会跟你说你把第几章 第几个章节你再把它写完整 可是写完整送过来 你就是还是要精装的好好的给他 而不是修改的给他 学生被标注No Qualified 他说不是资格考 美国不需要资格考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伦敦大学博士的时候 其实我刚才讲的 刚刚讲的那个流程 就是两年要通过那个流程 就叫做资格考 你要通过那个资格考 才能叫做你正式变成博士生 所以他这个我们通常是 还没有通过资格考之前 我们是我们都被标注 No Qualified 都是No QE QE就是Qualified的意思 可是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一开始刚入学都是No Qualified 可是他就很奇怪 他的这张 他的这个学籍证书到现在还是标注No Qualified 所以我们在想他是不是连第一关 都可能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比较奇怪 所以他的几个几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分析 我是以一个校友的角度 然后直接走一趟法院的公正流程 看看我们的流程到底跟现在蔡英文 他所走的流程一不一样 就发现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是自己盖章 自己去验证 结果那个租英代表处也是蒙着眼 直接贴了一个上面说 我看到这份文件就做了认证 所以这个流程是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法院也是依据这个 甚至中选会 中选会也是依据这个 那中选会是不是也有问题 他中选会其实也不能怪中选会 因为中选会只认 有没有贴那个章 所以其实大家都只认 有没有贴那个租英代表处的章 可是他人家不会去管 租英代表处里面在写什么东西 就你在他里面 他也不敢乱写 他只说我看到这份东西 他也没有说这个文件是真的 你注意其他的英国回来的认证章 都是写说那个签字属实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认证属实这样 刚刚我们很有正义感的法警 也问了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 英国的博士 就像我刚才讲的 英国跟美国 我先讲一下英国美国的学制的不同 我在美国也拿过硕士 然后在英国拿过博士 美国其实就是比较像是罐头的方式 它是一套流水线的方式 那这套流水线的方式就是 我今天就是透过学校的这套系统 我出来每个人的东西都差不多 念的东西都差不多 学的东西都差不多 这是美国的系统 英国真的像大法官讲的 是师徒制 英国的师徒制是怎么样 英国师徒制是 我今天来讲 每个老师带自己的学生 有不同的方法来带 他比较像是一个带一个 所以都会跟老师很像 可是师徒制来讲 要遵守一个规定 就是学校 学校有学校规定 学院有学校有学院的规定 我刚刚讲的是 伦敦大学授与博士学位的流程 这套流程是一百年来不变的流程 他从伦敦大学说 从一开始创校以来 就算你是国王要念这所学校 你还是要走完这个流程 所以基本上 他是不分 英国是 你只要你英国是这样 你到英国你会发现 英国的街道百年不变 你今天就算是 你一百年前伦敦的街道长这样 一百年后还是长这样 因为他们很尊重历史 尊重传统 所以我说你们去 我们去看英国伦敦大学学位授与流程 他不会一直在变 你看我们的领务组的官网 一直改一直改 更新日期是1月6号 基本上不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就是永远 在伦敦大学来讲 你以前一百年前 你怎么拿博士 你现在拿博士的流程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不太会变 我是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先回答 伦敦大学 那其他学校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以我们 这么严谨的一所学校 基本上它的整个百年 它是不变的 大学生物 我们不会近ickiillions 可是即将来 是的 之前以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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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